來到聖誕節,如果想有多些聖誕氣氛 當然是在家裡放一棵聖誕樹 有些人說傳統的聖誕樹是蟲樹 有些人說是柏樹,有些人說是參樹 但無論如何,這些常綠樹 其實就是代表著永生和生命復甦的意思 還有一樣傳統,就是原來是12月24日 才可以將一棵聖誕樹動起來 還要到12日,即是放12日 到1月6日就要立刻拆開了 如果你遲冊或早冊,就會不吉利 這麼害怕?但通常10月底 11月初已經有很多聖誕樹 早點在家裡拿出來,放在這裡 會有些氣氛,會開心一點 不過如果你真的想看樹 就未必一定等到聖誕節 或者聖誕節在家裡動棵樹 你可以在香港這麼棒的地方 行山也可以看到很多樹,對吧? 我們一起去行山吧 好,你很久不見了 對,你好 瘦了 因為是日本的體驗,所以搞成這樣 對,我在日本73天 從北海道跑到去沖繩 其實中間有甚麼體驗 最開心的是看到很多人 認識很多日本人 他們很熱情 給我水、給我食物 很多支援給我 令我感受到人間的溫暖 不過我們今天也是繼續跑 我們今天的路線是怎樣的 我們今天從荃灣出發 我們走完全古道 向元朗方向 但路程比較長 我們從中間到深井就完成了 開始很厲害 很漂亮 藍巴勒海盒 很棒 我們轉向這邊 好 荃灣柴灣角 然後轉向元朗 很漂亮 開始有景觀 這裡很漂亮 這裡有幾條芒草 好,還看見青馬大橋 不如幫你拍照吧 好 用 輝Sir,雖然說這條是古道 但我們沿路走上來時 其實都很新鎮 其實是否鋪過來 對,在2012年政府撥款鋪過這條路 令到很遠 所以沿路也多了街坊 其實為何會喜歡走這個山 最初有個同學很喜歡走山 帶我們走 他本人很喜歡走這條路 我們問他為甚麼 他說練習心肺和拉筋很好 因為那麼多上斜 對,其實他有很重的病 但他還堅持走 所以我們陪他走 現在我們經常走這條路 我的心肺功能比較差 之前下壓九十多 現在走了,下壓下了10度 這麼厲害 現在80多 正常了 走一走,現在的氣很順 對 對 現在的村口有一條石的滑梯 很近的嗎 對,很近的 好,我們繞一圈 過來吧 好 所以其實為甚麼 這裡只有滑梯 其實以前有很多條村莊 所以小朋友沒有書讀 他們就要來到這間村校讀書 這個滑梯就是讓他們玩的地方 我來了 今天我們從荃灣出發 一直走到深井這裡 天氣非常好 尤其現在秋冬季節 非常適合行山 我們只要準備足夠就可以了 如果走這條路 我是非常推介給一家大小去走 因為這條路闊得很漂亮 又夠闊 如果想挑戰的話 就可以走遠一點 進去元朗那邊 但是像今天這樣 我們也可以半天的行山 到深井 然後就可以回到市區 今天走這段路 其實真的不是很難的 只是前面保持著上山 從中間開始下斜之後 就不同了 整段路就舒服了 走這個路程 大概只需要四、五個小時 在一個這麼漂亮 風和日麗的天氣下 其實上來拍照 看到的東西真的非常超值 很值得推介給大家